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人的热情 谢谢大春 其实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的基金会 现阶段我们提供的课程是课后班 一个礼拜两次 每次90分钟 然后大概是有六个月的课程 然后最后会有八天的工作坊 那我们整个课程是跟澳洲 AIM音乐学院合作 那这个学院在澳洲是个60年历史的音乐学院 他们是从古典音乐歌剧到音乐管理 所有的科系都有 那在雪梨跟墨尔本都有两个校区 是非常大的一个学校 前面是在台湾是不是 你刚刚讲 微期半年每周两节课 一节课90分钟 也就180分钟 180乘以24周 对不对 这个相当有相当量体的 这个一个教育 一个教程 那可是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八 你说有一个 八天的工作坊 工作坊 完了还衔接着 可以去澳洲 因为我们现在这段 做的是初阶的课程 所以我们有初阶中阶高阶 到高阶之后 经过澳洲他们学院的认可之后 就可以直接到他们的大学去深造 那我们的这边的学分 也可以抵他们的学分 甚至他们还会提供一些讲学金给我们 这些学程是几岁到几岁 就哪一个中 是中学的哪个阶段呢 我们现在是针对国中高中的 这六年的学程都可以 都可以是混零的 那现在有一位同学 这边现在正在准备要去澳洲了 那明年也会有一两位要去 那因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课 为什么要跟澳洲合作呢 因为所谓数位音乐就电子音乐了 的学习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等于是把一个传统的唱片工业的一个流程 全部灌在电脑的一个软体里面 所以你要学习的东西 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演奏的乐器 所以他学习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完整的逻辑 那这个逻辑基本上就是一种启发性的 所以我们并不是要训练孩子成为跟老师一样的 不是师徒之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学习 能够让孩子找到自己的特质 找到自己的兴趣 然后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你后面这几句话听起来有点像口号 但是我猜想有实质的内容 我想要再把它落实一点 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 就是他把很多数位音乐的内容都放在一个一套学程里面 而这个让我立刻想起来 以前比如说文化大学有出版系 世新好像也有类似这个 但是他们现在就不是叫这个了 不是名称改变而是事实改变 那就是我们现在叫图书 这个图文传播系 那他其实在古典来讲就是出版 但是现在因为出版两个字 已经不能含阔那么多媒体了 技术了 还有包括你刚刚讲的有些内容 所以看起来你是要让孩子在国高中阶段 打下一个进入或者是完整的历练 这个产业的基础 这样子讲 其实我我们是两个 我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台湾的教育 虽然108课纲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想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议题 大胆可以花点探讨 那其实108课纲所谓讲究的素养教育 就是所谓的实作 然后不是只为了成绩 那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些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符合108课纲所谓素养的培养 就是说你不是只为了成绩而在念书 而且是这些东西要跟你的生活有关联的 那素养这个东西听起来是非常空泛的 那到底怎么去实践呢 那每个人对这个的理解跟体会都是不同的 那我个人是从技术进入这个产业的 所以我是从技术人员进入 所以我对于这个产业的未来的看法 我觉得需要很坚强的技术的基础 那才能提升到所谓的创作的阶层 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技术是包括什么 比如说收音混音 是这样的 可以多讲一讲 简单来讲我们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 我就想说我们现在教的这套软体 叫Abiton Life Life它基本上就是为了现场演出 而设计的一套软体 那现阶段所谓DJ这个领域里面 许多的大部分在做创作都是用这个 那现在我们很难 以前上个世纪我们很难想象说 一个DJ可以顶住上台表演 有30万人在下面一起 那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我们那个年代 DJ也不会就是放上唱片 夜店嘛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他整个的那个创作的概念 跟软体的概念 还有声光的效果完全进化到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他在这个领域的演出 其实是完全有一个新的科技的系统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现在未来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类型的音乐 不管你是流行的摇滚的民谣的 都脱离不了电子音乐 都需要一些 所以未来你作为做一个音乐乐手 你必须懂这软体 那我们摆这个软体 也不要想到太复杂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新的乐器 是 你带来了 今天带来了一些音乐 我们娱乐红发是有音乐的 对不对 这个FKJ 好像是一个团体 是一个二人团 正符合你刚才所说的 FKJ是一个法国的一个乐手 他就是用Ebiton Live做现场的演出 那他一个人弹吉他 所以Saxphone 全部一个人搞定 那这现在也是一种潮流了 然后Masego是一个灵魂歌手 他们两个合作 所以如果你找到他们两个的那个 Music Video 你就会看到他一个人在演奏 一个人在唱 那是非常有趣的 那他基本上就是用这个 Ebiton Live的软体 现场演奏 然后利用 用这个软体在现场演奏 透过这个软体 他面前一个电脑 对他有一堆设备 他透过这个软体 等于现场一边演奏 一边在做编曲 这是相当复杂的一个 他并不是极星的 对不对 极星的 是极星的 极星的 但他利用这个东西 再复制 再复制 然后再看现场的状况 等于在做编曲 那歌手该怎么唱呢 歌手就跟着唱 我们来听一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现在听到了 有人唱 还有来来 这两个声音 其实是要分辨 对不对 来来等于是一个气乐器 你把它变成一个乐器 它是一个Vocal的 人声唱 但他的现场呢 他就把它当成一个配音 可是的确有人在唱 唱路好的 这是两个 这是等于是我们说对口 等于它有一部分是录好的 有一部分是现场即兴做的 然后它是现场的状况 做编曲 这个跟MTI 也就是你们音乐科技学院的实际的关系 可以再仔细的描述一下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教这个软体 那这个软体就把它想成一个新的乐器吧 那你学习这样的过程需要一个逻辑 所以我们基本上课程就是从澳洲提供我们十堂课的内容 然后这个内容呢 它是澳洲的老师现场教导 然后透过电脑的软体 每一个步骤它一步一步的教 那我们现场会有老师配合 配合他的教导 然后确定每个学生学会以后再往下走 然后一个月有一次跟澳洲老师的视讯会议 视讯 视讯有问题 平常没有 比如说你说每个礼拜不是有两堂课 这两堂课就是用视讯 是台湾的老师做 台湾的老师 那我们的老师都是业界 等一下那是现场吗 现场 现场有台湾的老师 台湾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业界一线的制作人 有一些是做蔡依林 做什么 做911演唱会 那他们也对教学有兴趣 那同时教的过程也重新学一遍 因为每个人学习的路径都不一样 那这个等于是完成 照一个完整的系统来教化 然后到最后八天 澳洲的老师会来带领八天的工作坊 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四点 然后等于把前面学的过程 从sampling取样 到synthesizer的使用 到录音 到最后mastering 那么也找vocal进来 让每个孩子写出他自己想要唱的 等于这时候就变成制作人了 然后也找 在那八天里面 也找鼓手 每个人都 每个人义务上是要做成一首歌 要做出一首歌 然后等于是他从自己 从创作编曲到制作 他全部经历过一次 然后有个完整的作品 之后我们再带孩子 到台北最大的夜店 AI去做一个成果发表 等于把你的作品 透过专业的影响放出来 放大四百倍之后 好的坏的 你都会听得很清楚 因为对一般人来讲 你能够站到 那个AI的DJ台上 是相当有点距离的 那我们可以做到这样 可以做到 那最后的八天 工作坊给我很大的惊讶 就是说这孩子 早上九点钟进来 到下午四点 当然我们把手机都收了 非常的转住 非常的投 让很清楚 每个孩子的热情都被启动 所以下课以后 他们都不走 留下来跟老师继续讨论 那每个孩子 其实我们听起来 每一个人的音乐都不一样 都找到他自己的一个 现阶段的一个风格 以现阶段来看 你一个班几个孩子 18个人 你们充其量可以到多少人 最多大概就是这样 再多的没办法照顾 大概就17个 18个 20个人 我知道你带来了孩子们的音乐 不过这个稍后 我们先卖个关子 我想要回到 你今天带来的其他的音乐 特别是有LA Boys 有罗百集 还有500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能放得了 或者说都放得完 你先告诉我 为什么你会带他们的音乐来 罗百集其实是台湾 所谓嘻哈音乐的先驱 在我们找到他之前 台湾的所有的音乐 都还是用编曲的形式 他是第一个用电脑 再用复制的形式 做的hiphop 那他做那时候 那时候他做的第一个 传织就是LA Boy 就是他第一首 对 那LA Boy当时是 等于是华语第一张 第一张嘻哈 所以罗百集在这个领域来讲 我觉得他是先驱 他到目前为止还是屹立不遥 还是在做着他 但是他的音乐 现在已经是变成另外一种 非常popular 非常接地气的一种 非常甜 非常甜的东西 我们先听听罗百集的欧巴桑 你们知道DJ的意思吗 DJ的意思就是 Dirty Jerry Yo kicking for you the sounds of DJ Jerry so that all the 疯狂的人 out there and the funky Asian brothers and homeboys are you ready let this party move your body here we go on a mission this enough boys cause we're on this end this beat that's hot movinin out the way to the type bit city so let's go do the disco yeah pull up the bass number here y'all scream and shan say I don't wanna see no ovharson i don't want see no ovharson i don't want see no ovharson i don't want see i don't want see no ovharson 洞华 罗白吉的奥巴桑你好像有一个故事在背后 对 奥巴桑是我听到他第一首demo做 我说你为什么写一个歌叫奥巴桑 他说他那时候在西门町的一个小的那个disco放歌下午场 然后他就放一些hiphop啊 他喜欢的歌 就来了一群比较年纪大的奥巴桑 然后就一直跟他抗议 所以他就很火 不想听他的音乐 对 不想听他的音乐 所以他就写一首歌抗议奥巴桑 你知道唱hiphop基本上内容都是在都是抗议骂人 干狡 对对那他是从LA那时候从LA回来 他年纪很轻嘛 他也才十几岁 所以他在LA的时代大概就是LA所谓的gangster rap 帮派hiphop开始的那个年代 那LAboy差不多是那个年代 所以他们当时在LA吸收到的hiphop的养分 其实是非常尖端非常前卫 那现在回头来看那个 看他们的舞蹈也好 音乐啊 其实是跟当时的LA的那个当时流行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是我原样的带到台湾来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娱乐哄啪 尼崇华在我们现场 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叫启动热情 MGI音乐科技学院 似乎从另类教育里面杀出一条血路 你同时也带来了LA Boy 你刚刚提到的 而且带来了特别一首歌叫闪 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是 这首歌对你来讲好像有一些意义 你现在去看LA Boy的 Sham的Music Video里面就已经有八家这样的元素 那当时看到LA Boy 他们三个是在五灯奖 他们参加五灯奖参加了两次 那那时候我觉得这三个小孩很特别 他不会讲国语 不会就讲台语 而且是上一代的台语 他从小是跟着阿公阿嬷在讲 我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小孩 后来隔了一年就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那其实他们的中文并不是讲不太好 就是台语 所以当时帮他们设计的歌就是 全部都是英文 他们的RAP 然后中间只有一个 就是Sham Sham 我们来听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娱乐哄啪单元 李宗华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MCI音乐科技学院 这个学院采取一种另类的方式 来给孩子们打一个不只是创作的基础 恐怕还包括了对于产业 特别是音乐制作 这样的一个基础 有一些孩子已经看起来有成果了 对不对 是的 可以先介绍一下 跟你足球队有关的两个孩子 好 我们这个一个是杨正安一个郑子轩 他们两位 他们多大的 他们现在是17了 高中二年级 他们两年以前 什么都不会 但他们对音乐很有热忱 那于是我们就基金会就开始 老师就教导他们使用这个软体 可是他们原来是在学校里念书吗 原来国中 两年国中毕业的时候 他们想要去念那个TMS 台北 Media School 小野 小野那个学校 所以于是我们在他一年前就开始教了 那后来他们很顺利的进入那个学校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开始教的 就是用我们这个澳洲的一个概念 这个课纲在教他们 到目前为止他们两个在那样的学校的环境里面 然后就是有个创作还不错的创作环境 然后晚上跟着我们的课程在学习 然后一个礼拜练习四次足球 还踢足球 这是你规定的吗 没有 还是他们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兴趣 他们像杨正安大概已经都踢了十年了 十年以上了 那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以前我们好像是这两个运动跟音乐两个艺术是不相容的 我们在以前来光人的时候记不记得音乐班的体育课都拿去练琴 是他们没有体育课 对他们不上体育课 怕白手搞坏 等一下你是不是音乐班 我不是 我不是 还好不是 然后那个 但是学运动的人基本上都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不做艺术 但是从这个势力我觉得是错的 那因为我们未来创作做音乐 其实不是靠头脑 我们也不要训练出一群孩子来 每天每天每夜的坐在电脑前面 当学霸 对 那这是我们最怕的 其实未来要 的创作是要用身体 因为未来的音乐 基本上一定要有grouping 一定要有动感 所以跟身体是有关的 所以我从这次 从他们两岸里 我发现这两个是相容的 如果我们能把这两种 在以前不相容的教育的形式 放在一个人身上 我觉得未来可能才能创出 创造出很新的人类品种 你也带来了他们的作品 有 大家可以听听 他们一个是郑子轩唱 杨正安做的音乐 他们两个合作的 蛮有意思 其实名称叫rough 出操的那个rough 对这是他们去参加 好像一个什么歌唱比赛 他们为了这个歌唱 去唱的 那主要的内容 大臣听听看 蛮有意思的 那些实力家的每个都是fake shit Game game 在我眼里全部都是game game 这场比赛是你的梦 马上让你画面 Kevin Chen Eason Crew 准备把你们都对面 我们迷成三魔 超红比利亚 Young hustle 转口了就开始挂 就不说那些人技术差 慢慢的抽脑就开始骂 超转脑的只会一直放 都肚肚肚肺快的自打给Dista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几岁的孩子 做了一首好像很生猛的歌 有一些我听不太懂 你可以解释一下 他们这个歌的意思吗 对我也搞不太清楚 我还问了半天 对他中间都有说 Game game的意思 就是说那个帮派 Game star game 他说在我的眼里面 你们全部都是game Game Game就是游戏嘛 然后意思是说他多多多飞快的子弹 要把你们全部干掉 因为他是参加歌唱比赛 他觉得你们所有其他人都不行 我们是最厉害的 大概主要是内容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 他也就是用运用 你们这一套教学的软体 对 来进入行 那他们两个其实各有各的不喜欢的音乐风格 那合作嘛 他们就做了一首这样的歌 那所以我对我来讲 我是蛮吃惊的 所以在两年以前孩子们什么都不会 现在已经可以在这上面找到他们的热情 他其实他现在人生已经有两个目标嘛 一个继续踢球 一个他要做音乐 那杨正安参演计划明年高中毕业以后 就去澳洲继续继续学习一下这些音乐 所以在我看到你们的食堂课的介绍里面 包括了取样合成 作曲 声音设计 混音 还有有一个课程 最后一个课程叫工作流程 与整体音乐制作的流程 这整个的这个 我从取样开始我就不懂 什么叫取样 取样是从这个软体里面 拿出一种旋律来 拿出一个乐器 因为现在利用这个软体作业 其实你并不需要什么音乐的乐理的基础 以前我们学乐器是先学从演奏开始 学小提琴就得先学个三年才能成调 弹吉他你也弹个半年 那现在基本上他是用sampling 就是你从任何地方你听到的声音 你觉得好你就把它抓下来 抓下来透过synthesizer 然后把它变成你要的声音 所以你就跳掉了演奏的这个这个过程 那因为等于有点像拼凑的 有点像用乐高 乐高游戏 乐高游戏拼贴 拼贴的 那然后 他会使得音乐的锻炼 更容易 更简单 但是他我们传统所谓的音乐素养能够从这里建立起来 从乐高的 他的门槛变低了 但是因为现在的科技的程度复杂了 所以科技的程度远复杂超过乐理了 但现代的孩子对学这些科技基本上是不用学的 你看孩子手机拿起来就会了 所以这个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讲是是是反而是简单的 所以重点就是你在使用这个软体需要一个逻辑 那我们怎么引导他 不是教他用这个软体 是摆这个软体的原理让他理解 然后他只要他的热情启动 他会找到他自己的一个方向跟使用的方法 那每个人方法可以不一样 但重点来讲到最后 还是要能合作 不是一个人的事 不是一个人的事 因为未来做音乐就是要团队 就是你你可能是好的商设计 就是专门做生意的 你可能是做录音比较强的 那都是要teamwork的 那所以在这个训练的学习的过程中间 也不是训练你只有单打独斗 然后要能能让大家了解怎么样去沟通 怎么样合作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这里有一个单打独斗的 前程是你的也是一个学生 对 他做了一首歌就是前程 但是那是跟他的名字一样 前程万里的前程 他本人姓钱 是吧 对 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姓钱的 前程这个孩子 前程是个蛮特别的孩子 他念的高中也不错 但他很喜欢音乐 他不想上学 所以他等于高中两年都没去学校 就完全投入在做音乐 大概一年前他接触到我们这个系统 所以就开始进入 他原本是跟着同学搞乐团 那后来进入我们的系统 他就开始进入 开始学习利用这个软体 那因为他花投入的时间相当的多 然后他本身的那个热情也非常的够 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非常好 所以澳洲老师来看到他的 看他的这些内容 基本上他是已经可以到澳洲去念他们的大学 就是程度非常好 程度非常好 我们听一点点在这一节节目里 听一点点 我 就是一种吃饭 你那里就是笑 笑你不靠 就是笑 靠 靠 学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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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服输 想起了当初 家长老师分期望 如今却成为了 耐心的包袱 不再放荡 成功三年给我的是 淬炼而不是自顾 梦想长扬 睁开双眼 接受这里别累 谁不再涌出 曾经争执 却理解了彼此想法 不必掩饰 邀请不会遗忘 在划过吃的铁板面 IG逛学姐版面 学长的话都当事点 今天到半夜三点 学分统统随风吹 六月凤凰夸满天 在划过吃的铁板面 IG逛学姐版面 学长的话都当事点 今天到半夜三点 学分统统随风吹 六月凤凰夸满天 这些回忆别眷恋 读上了青春伤痕累累过年没怨言 我们听到的是17岁的孩子 前程 前程 他自己的创作 我还想知道 你另外也带来了 刚才我们前面就说到500的浪人情歌 这一定也跟今天我们的主题有关是吧 500基本上就是我们 怎么讲 跟我的交情非常好 跟亲人一样 那他 他在这个乐团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的乐团 他们在一起30年25周年 他们是个非常有纪律的团体 China Blue 那500到现在为止 每个周末如果有演出 即便是两首歌 他一定排练 那这个事情已经持续的将你30年 那我觉得 他有的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所有做音乐 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有 觉得最需要学习就是纪律 纪律 对 纪律 而且他是身体力行做的这么多年 那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别的不讲 因为音乐类型可能不太一样 这个你一定要学习 那500本身他也很 很对新的事物很非常敏感 他前几个月 两年前他也 因为我们开始做这 他也做了一张EDM的短辑 就把他的音乐做成新的类型 他其实对这些东西非常关注 所以我觉得500 他是你们学校里面的一个role model 对 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学到他的纪律 听一点他的让人情歌 来向他致敬 他的让人多有纪律 不要再想你 不要再爱你 当时间悄悄的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 对于你的名字 从今不会再提起 不再让悲伤 将我心占据 让他随风去 让他无痕迹 所有快乐悲伤 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 心中想的 念的 盼的 盼的 忘的 不会 再是你 不愿再承受 要把你忘记 我会查去 我不小心底下的泪水 还会装作 一切都无所谓 将你和我的爱情 全部交损 再将他统统干出 我受伤的心扉 让他随风去 让他无痕迹 所有快乐悲伤 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 心中想的 念的 盼的 忘的 不会 再是你 不愿再承受 要把你忘记 娱乐哄啪 介绍的是MTI音乐科技学院 这个学院好像还有很多不同的重点的 教学内容以及推广内容 对不对 是 我们针对这一次的课程 我们做了一个网络的节目 每一集十分钟 4月7号会开始播 是纪录片的形式 对 纪录片的形式 那是针对中间五位学生 从他们每个人学习的路径 然后中间 学习的过程得到了启发跟感受 那中间我们也邀请了许多有名的艺人来帮 来加入 比如说911就有来 911 911就把两个孩子就是杨志涵跟郑子轩带到ZARA 那刚刚讲的踢足球那两个 就把他们两个带到ZARA的门口 拿出喇叭就在他们现场唱 哇 那个孩子们吓坏了 尴尬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们并不是要看到他演出的好或者不好 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他在经历那样的事情 他自己学到了什么 哪一些东西被打开了 那每一个艺人来 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不同的情境 那还有张正月也会来 那张正月对我来讲就更有意义了 因为张正月15岁就到了我当年的征研社 然后我们白天就在我们公司 然后吴白啊 我们这些王志平啊 这些就会教导他一些音乐上的事情 企划会教导他一些什么行销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回头看 我对他是非常迁就 因为当时我年纪轻 我也没有很多资源 没有能力给他更多 那所以投射到现在 我现在比较年纪也大了 资源也多了 所以我就想给年轻的孩子 原来这些年轻的孩子得到的东西 而且是张正月得不到的东西的弥补 差不多有点这个意思 你是对张正月的歉疚 放在这些小朋友的身上 是是有点这个意思 有个小朋友 应该是女生吧 庄雅馨 庄雅馨 庄雅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 他是自学 他是自学的孩子 然后他 他有音乐还蛮好的音乐基础 他非常喜欢画画 然后他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从头到尾过程 他都非常的安静 也没有跟大家有很多的互动 但是他最后做出来的音乐 每个人都觉得 哇好厉害 嗯 显然是个音乐才女 大家可以听听听看 听听看 他的Get Out 是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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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等一下 这不是他自己唱的 不是 但是他写的 他写的 他写的曲 然后他 他有词吗 这算词 没有词 他告诉 他告诉那个 Vocal要怎么唱 这是他的 等于是制作人 他的概念 对 所以他唱的是什么呢 他没有唱 别人唱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叫那个Vocal 就是刚刚 就是那些音唱 就是他 那个音唱是 对 是他写的 多年以前 崔剑有一张唱片 叫解决 解决 就是让我在雪地上 撒点眼 那一张 几乎在那个同时 别人稍早 有一个美国的团 我忘了是哪个团了 但是他那个专辑的名字 我还记得 叫做摧毁吧 Deduction 类似这样的一个名称 我发觉 在那个时候 一直到现在 都有一种趋势 就是歌手 到了一定的 这个力量 经过一定的历练阶段以后 他要唱出 人家听不懂 或者是 在字面上 不必去从字面理解的 理解其意义的 这样的歌 好像 刚才我讲的这两个例子 远远的 在呼应的 或召唤的 现在的张子星 所以 我们 那个 我们其实国语歌 国语歌 基本上是词曲 词配曲 所以全世界 你很难看到一个演唱会 会打字幕的 那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他当时流行是有一个 有一个生活形态 就是卡拉OK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在听 听音乐 其实都是在看字幕 看字幕 对 那未来的音乐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听到的声音 其实他就是一个乐器 Vocal就是一个乐器 就是一个乐器 所以 而且最重点就是说 那个音乐要有动感 如果你听了以后 你的身体会想要跟着一起 那这是重要的事情 你把我们写词的人放哪去了 这个数位音乐学院 显然是另类 而且另类的可能可以取代 非常多非常多 我们过去传统在音乐交易里面 所息染的成见 对我们是希望走不同的路了 然后因为希望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特质 而不是大家变成一个样子 但是怎么样这样有特质 在一起合作 这是一个很重要 然后我们希望带给孩子的 不只是音乐 然后有影像的学习 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个节目 并不是让他们学习表演 是让他们在做音乐的同时 也能知道说影像要怎么处理 然后剩下我们会给他们社交媒体的教导 那这样的整个的学程 是我们一个完整的教育的概念 MTI音乐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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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I音乐科技学院